而被今次事故的調查委員會點名批評失職的 海事處退休首席驗船主任黃志堅入品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法庭押後處理 沒有請律師的黃志堅親自出庭陳詞及提交文件 但法官說文件資料不足 對報告提出的質疑亦沒有證據支持 黃志堅解釋調查委員會的文件屬於政府 他雖然持有文件 但受制於公務員規則不確定是否可以呈堂 法官叫他向海事處申請 給他一個月時間提交更多資料 黃志堅又要求法庭批出保護重費令 即是不論訴訟結果都不用負擔重費 若沒有保護重費令 他就不會提出司法覆核 法官說等黃志堅提供補充文件後 如果足夠考慮是否受理他的司法覆核申請 就會處理保護重費令申請 黃志堅在南丫島海難事故調查報告中 被點名批評失職 未有發現攝氏船隻南丫4號的途職存在矛盾 無線電視機長 南海應報導